台中市原住民议员洪金福今天在议会总职询问市长林佳龙 明年6月中恒公路可否通中巴 林佳龙表示明年6月加强中恒变道工程的3年10亿工程将完工 但需安全评估委员会评估后才能决定是否通行以类大客车中巴 如通行则可管车不管人提高游客上下离山的方便性 洪金福说市长知道目前中恒变道早就通中巴了吗 他表示很多人都知道游客或在地居民都知道 可以搭民众开的野机车一人单糖600元来回台中市区与离山 一车可带6到8人与小巴也差不多了 他说中恒变道其实早就通了 中恒变道有地下客运在当地市公开的秘密 虽然古关公务段会查对通行者的资格 但不会一一查对车上乘客的身份 小型9人坐的车辆原本可搭8人 但任门时段一车可搭到十几人 洪金福说台中大离山地区居民热切盼望中恒真正通车 现在的车况早就可以通行了 安全一定够 他说早期的原住民走的路比现在的中恒路况还差 还不是照走 他表示原住民的祖灵应该会托梦给市长 希望青山上线赶快通车 中恒有野鸡车跑客运 原住民议员说中恒早就通车了 记者陈秋云摄影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